以往在农历春节前 这公费流感疫苗就已经施打完毕 但是今年因为选租延迟 导致台湾采分批接种 第一阶段虽然已经施打完毕 但是第二阶段开放给年满50岁以上的民众施打疫苗 但这施打的人数过多 丰园地区临近医院接受个礼的疫苗申请都已经额满了 罗社里长为了避免里内的长辈奔波劳苦 特别像中国复义丰园分院 申请了在里内设点来施打疫苗 抵抗流感的威胁 长辈们排起队伍医益核对名单 另一边护理人员精准快速的施打疫苗 由于丰园地区临近医院接受个礼的疫苗申请营而满 罗社里长避免里内长辈奔波辛苦 特别像中国医学院丰园分院 申请在里内设点施打疫苗 预防流感缠身 有一些礼民已经过去外面的医疗 但因为世界卫生组织选株延迟 导致台湾分为四个阶段施打疫苗 第一阶段已施打完毕 而第二阶段开放给年满50岁以上的民众施打疫苗 许多长辈表示 抵抗流感威胁一定要接种流感疫苗才安心 应该是帮助很大的 我会认为 因为如果说是感染到的话 那就整个家庭都会很辛苦 有些疫苗的进货或是存量稍微还是有关系 所以就是有时候稍微比较延后一点 所以分批前面先开放 就是65岁以上年纪比较大的 就是先进行第一阶段施打 那接下来就是在一月中的时候才会 才施打就是50岁以上这样子 所以造成就是有一些可能 统计上人数来说 跟去年还是有点差别这样子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显示 国内门急诊类流感就诊多达12万人次 而中央预估流感疫情将会在农历春节进入高峰期 由于施打完疫苗要大约两周才会产生抗体 医生也特别呼吁尚未接种的民众 尽快在年底前施打疫苗 增加身体保护力降低被传染的机会 避免坏了春节假期的好心情 记者彭宇飞台中采访不到